所以你一定要選擇它 所以第一個點就是你要保持 A 就是你 catch 到 B 一定要完整整齊 有些人他累了之後 他就會像蚊子一樣 他會變成像用背 或者是身體有傷痕 你看這樣其實沒什麼速度 所以你一定要確保 就算累了沒力了 你看這樣不然沒有傷痕 長短沒有關係 但是盡量 catch 的時候盡量可以再 腳的這個位置起動 也不要太高的話 上面這一段其實也是高到的 所以其實最好是這裡 你看我這樣弄不出力 基本上就只要rotation 所以基本上只有一個 三更多 女生大概保持不要掉到 這個 split time 中間會撞出 不要掉到四就行了 不要掉到三啦 對啦 你應該不會掉到四啦 但是你的目標就是不要掉出三以外 就是三 三分多少 不要掉到四分多少 那你的狀況你可能是不要掉到三分十五以後 三分十五以內 ok嗎好然後講 start start的話呢他就是因為他很重 所以你看我如果慢慢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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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第一講nective 你有好處是你直接就可以處理 OK 瞬間要加上去 那加上去之後 加上去之後就拉上去 你就一直保持到那個 然後Rating 不要太高 對 像我現在 做START Rating也才52 所以女生的話Rating大概 60 65最多 不要超過60 65 除非你是比較沒力的 你不是 比較沒力的可以做到70 但也不要超過70 OK嗎 好 你試一下